可大鸭是个不说话的 好了 再见 不说话了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 非常的浪费 故事会时间 有一个男的 拿了一个超级大的一个锅 然后里面装满了蓝莓芝 然后在里面疯狂乱倒那个水果 西瓜 葡萄 梨 西果 反正就是一大堆水果倒进去 那个老冰棍的那个容器 然后那个人就这样 就把他扛到那个雪山 然后棒 一下立在那里 等到他结成冰了之后 然后再给他扛回那个 他住的那个村里 然后把那个雪糕打开来 就这样看 我等一下 我跟你找出来 我也去找一下 麦灯楼来 谁来来来 麦灯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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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爽菜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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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 谢谢 听一下 你是水音乐局呢 对 你在声音 对 我先听说你是水音声呢 对 我是 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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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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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 谢谢 加油 一起加油 加油 谢谢 16年到现在的生长 就是你自己花的那个剧作时间创作的 是 这个是那个 肉头发 哈哈哈哈 肉头发的专辑 歌虽然不多 但是 一丝弄的 OK 也是尽力尽全力在这一集 我好好听一下 有什么想法 我发给你 好的 我一心给你发给你 好好好 别别谦虚 我一样 这你这个年龄 能做出这这东西 已经很厉害了 OK 我回去看了 好好经历 谢谢 好 一会见 然后这里面就是 我歌手 我这个超重 这个 你给我三十多斤 看得出来那个 Jane 其实我那天有听了你一首 那一首 因为你那一天发的 官宣了一首 Jane也 对 我那个MV 对对我那天应该 哦那个MV 真的哦 那个MV 算是尝试 谢谢你 我怎么会读 我如果拿来听那个 坐脚 拿来盖泡面哦 拿来盖泡面 不好意思 你盖泡面 你盖泡面 其实为什么我们都不能把这个 包装的放在里面 嗯 有一个花蟹的花蟹 我录下来了 我录下来了 我拿来听那个坐脚 听那个坐脚 对了 那我们先下一个 好的 一会儿见 好 他上的那个泡如果越多的话 其实他在拉花越容易 就会有一个那个消费 消费总的吗 就是这一家店 就是这一家店 可以 手冲咖啡 可以照了一个专辑 这也是 我也在了 哈哈哈 这个蟹叫做梭子蟹 所以因此而产生了 请我说谢谢 谢谢你 谢谢你